欢迎来到小哥播报 看得到更看门道 2022年9月12日 论长期稳定性是近年地表最强打者的Mike Trout 先发担任中外野手打第二棒 5局上半本场第三打席 Indian 先发投手是Conor Pilkington 神尊第一球就出手 动作很小简洁俐落 就像只用棒子挑一下球 但就一直飞出了中外野大墙两分蛋 机球出处106.7mm 机球阳角黄金26度 飞行距离422英尺 Trout如果下一场出赛再开轰 就能追平大联盟连8场开轰记录 本季目前确证天使41场比赛的Trout 成绩依旧相当亮眼 35轰超车大谷翔平 OPS 1001也是奥式全队 打点69分则输给大谷的88分 中间膝盖高速球对一般打者算不上尸头 但对神尊就完全尸头 如图所示Trout是出了名擅长打低角度球路 中间膝盖高位置Trout打击率高达3x95 小逼观众朋友疑惑很久了 为何Trout看起来毫不费力的挥棒轨机 却能产至如此惊人的爆发力 首先是充分运用强壮后时的下盘 再来是招牌抬腿的伸缩 也帮助用到更多核心肌群的力量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挥棒加速度 同样的力量压缩成更短的时间灌注到急球上 就会产生更大的飞行力量 Trout的抬腿却不影响急球时机 跟挥棒速度就是他得天堵厚的地方 在欣赏Purus 6-9-7-0之前 小哥跟球卡频道老婆不要看 以为您引进普神连两日追评 跟超越ERA独占全力打排行榜第四的纪念球卡 完美组成一套仅供预购40套 有兴趣的朋友请见置顶留言连结 2022年9月11日 Albert Pujols先发担任一类手打第四棒 酒局上红雀一分落后 无人出局攻占二壘 海盗后援投手Chess Deon 头部很明显不想正面硬杠 无奈前面分别是了两颗曲球跟滑球 都是偏外侧坏球 被捕神轻松选掉 外角腰带高速球 捕神大放一挥 中右外野一直飞一直飞 球技第18轰出炉 正式超越ERA独居全力打排行榜 第四的6-9-7轰也出炉 而且再次是关键全力打 帮助红雀反超比分 最后球队也以4-3获胜 其实Pujols本季最难得的不仅仅是追求纪录 而是他的全力打常常对球队的胜利有关键贡献 头部手在变化球投不进去 而且只领先一分不想堆累包的情况下 只能选择塞速球对决 结果要外角低投到了腰带高 那捕神就当然不会放过了 果断出手炸裂 打出去捕神就知道有了 击球出处105.5mm 击球央角是很不错的25度 一举飞行403英尺出大墙 净晃火汤的捕神 已经不管投手是左头还是右头 球来就轰 697轰背后还有一个小故事 就是捕神竟然把这颗让他独占 全力打第四多的开轰球送出去了 因为这位海盗球迷赛后 想把球送给Pujols 双方聊天 发现原来开轰那天 也是球迷老婆父亲的一周年纪日 捕神干脆大方把纪念球送出 然后还加码送两颗签名球 不愧是素于暖男 注称的捕神会做的事 希望这位Pujols的七百轰带来好运